国际社会积极评价 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 习主席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 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阿根廷国家公共电视台评论说 习主席此访对于国际社会 具有重要意义 中俄坚持不结盟 不对抗 合作的目的是共同繁荣 中俄向世界表明 多极化是大势所趋 尼加拉瓜官方媒体 19数字报发文指出 中俄两国成熟稳定的双边关系 不断发展壮大 为建立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互利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 提供的借鉴 古巴媒体拉美通讯社网站 发文评论说 中俄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 是一份涉及贸易投资等 多领域的全面合作框架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今日巴基斯坦报评论说 中俄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 和多极世界格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多国人士表示 习主席此访将为完善全球治理 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贡献 波利维亚前外长 菲尔南多·瓦纳库尼说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内涵 将进一步丰富 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在当前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上升的形势下 习主席此访 也为当今世界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匈牙利约翰逢诺伊曼大学 欧亚中心主任 霍尔瓦特·列文特指出 习近平主席此访期间 再次强调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具有重要意义 代表着中国 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 所做的努力 英国皇家东西方 战略研究所主席 一丝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稳定 开辟了新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 摒弃单边主义 集团对抗和零和思维 为协商对话 和平解决 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 国际冲突 创造了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